哈囉大家好我是Lucy 我昨天呢去參加了台北的YouTube Space的一個活動 是創作者工作坊 大家一起去聽講一些YouTube上知名的人來 然後有九星人阿滴英文還有超立方凌晨等等 總共有五位可是我不太知道其中的幾個 所以我只念出來四個吧 然後其實一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就是還蠻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我以為會是很 就是一般的座堂會 但是他還蠻正式的場合很大 一剛開始先進去拿了自己的牌子 然後送了一本筆記本 然後這個貼紙是結尾的時候 然後和這個袋子一起送的 送一個小袋子還蠻可愛的 然後呢一剛開始他先介紹了一個負責 呃...反正就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是來...他其實算是總監那種角色的 對...然後...其實昨天的座堂會還蠻有趣的 因為一剛開始他先讓我們做這個東西 就是...Draw my life...這個東西 所以...對...我真的要直播一下下...直播這個東西 然後...沒有人看得懂 因為我自己也畫得很亂 我會...改天再拍一個新的 整場活動都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算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我...從...不管是...就是每一個創作者 他們可以互相交流 在這個活動上你可以學到說 自己到底應該要找到什麼方位去經營你的頻道 所以還蠻特別的 很幸運的是...我們坐在10號桌 然後剛好休息...就是我們討論的時候 是阿滴來...聽我們講 然後順便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頻道...就是現在是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所有演講者裡面對我來說 最有幫助的應該是阿滴吧 因為...他教英文然後...也...就是讓我...學到了...就是... 一些...其實我平常翻譯轉換詞需要用的詞 然後...嗯...也是他幫助我蠻多的 其實聽完昨天的座談會 我覺得...我有一些想法是說 我不可能一直經營翻譯下去這麼久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長久的東西 他有一天會停下來 所以可能之後我會慢慢轉型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找到...那個... 轉型的...類型 所以...還在思考中 那如果有任何人有建議可以跟我說 譬如說像是...拍...生活類型的... 呃...不過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生活 因為...昨天的座談會其實是有講到我的心聲就是... 算是比較像...邊緣人吧 我在...大學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 幾個非常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也不會...有辦法跟他們出去 因為身體的狀況不一樣 但是...其實我現在不會覺得很難過或什麼的 只是...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寂寞啦 但是...想一想我跟他們做的事情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不瞭解我也是正常的 剛剛說...轉型的話...我可能會想要轉...類似... 嗯...可是我畫畫也沒有很好...到...有辦法...就是...吸引到很大的知名度 所以...實況的話...遊戲我也不是很會玩 所以我也要再想一下 或是你們覺得我可能...適合做手工藝放上來...教學影片 我也會試著做做看 對...目前是這樣 那其實...我知道台灣舉辦YouTube Publ Space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但是我第一次參加我還蠻高興的 就是可以...整場活動來說還算不錯 都是蠻...蠻厲害的 就是...整個場面很大 有點讓我嚇到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空間 讓創作者彼此去交流 然後...整個互動起來是非常開心的 那...也希望之後可以再繼續參加這種活動 然後...我還蠻想... 擔任YouTube大使這個...角色 但是...目前... 因為我的頻道性質不屬於...他們那種大使類型的 所以...如果要參加的話 我...必定也要讓我的頻道轉型 所以... 嗯...會再思考一下怎麼做 然後...就這樣...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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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